各位朋友大家好 先说一下最近西方国家就朝鲜出兵俄罗斯的反应 在意大利举行的西方七国国防部长会议上 七国集团联合发表声明 谴责俄罗斯和朝鲜扩大军事合作 西方七国认为 在俄罗斯兵力不足的行事下 朝鲜投入1万人的规模 进入俄罗斯和乌克兰作战 将使战斗进一步升温 西方七国对朝鲜发出警告 还强调西方七国要加强团结 毫不动摇的支持乌克兰 韩国外交部今天召见俄罗斯驻韩国大使 就朝鲜派兵增援俄罗斯一事提出抗议 俄罗斯驻韩国大使馆 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 俄罗斯和韩国之间的合作 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 并不违反韩国的安保利益 俄罗斯这样的回应 也就是变相的承认朝鲜派兵支援俄罗斯 这个事情可以说基本上确定 针对朝鲜参与俄罗斯战争的问题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 中国的立场一贯明确 希望各方推动缓和局势 致力于政治解决 虽然北京对朝鲜加入俄罗斯战争 本意是不支持的 他们担心自己也会卷入其中 但是北京也没有办法反对 只能说言不由衷 说几句不疼不痒的话 这也表示习近平是被普京和金正恩利用了 上了他们的战车 下不来了 有意思的是呢 北朝鲜至今对向俄罗斯大规模派兵这件事 一直表示沉默 其实如果你看懂了北朝鲜的体制 就对北朝鲜表示沉默这件事 就容易理解了 因为朝鲜军队已经70多年没有打过仗 这次到乌克兰去参加真正的战争 朝鲜军队能不能打得赢 这是北朝鲜和金正恩 都是一个没有把握的事情 对他们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因为虽然金正恩派出朝鲜最精锐的部队 但是能不能真正在战场上打败乌克兰军队呢 金正恩肯定是没有把握的 万一朝鲜军队在乌克兰战场上 被乌克兰军队打得大败丢亏卸甲 那就让金正恩太没面子了 所以金正恩现在还不能对朝鲜国内的老百姓 宣布这件事情 他要看朝鲜军队打仗的战绩如何 如果朝鲜军队在乌克兰打一个大胜仗 至少打一个平手 这个时候金正恩就可以非常得意的向朝鲜国内宣布说 伟大的朝鲜人民军在乌克兰打了大胜仗 相反如果朝鲜军队在乌克兰战场被打败了 金正恩就要把朝鲜军队出兵乌克兰这件事情 要隐瞒起来不提了 以免面子上不好看 所以现在金正恩就是要看朝鲜军队在乌克兰战场的战绩如何 再考虑是不是要向朝鲜国内的老百姓公开这件事 一般认为俄罗斯会给朝鲜军队比较好的武器装备 会让他们去打比较弱的乌克兰部队 因为如果朝鲜军队在乌克兰被打败 俄罗斯脸上也很不好看 所以俄罗斯也会尽力给朝鲜军队创造一些好的条件 力争让朝鲜军队在第一场战斗就能打赢 不过在战场上的真枪真刀的实战 那是作弊想打赢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一次对朝鲜军队就是一个实际的考验 看看他们的作战能力 是不是像他们吹嘘的那样的强大 转回来说今天的主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已经从根子上烂掉了 救不起来了 北京为了提整经济再次从贷款政策出手 中国央行今天宣布调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一年期和五年期分别下调了0.5个百分点 这是今年第三次调降 降幅也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 央行降低银行利率就是不希望人们存钱 希望人们向银行借钱 但现在中国老百姓就是拼命的存钱 也不去借钱 现在北京政府是彻底没钱了 所以他们就看上中国老百姓在银行里还有巨额的存款 就希望老百姓把这笔存款拿出去花了 这样就能把经济给搞活 所以最近北京也做了很多忽悠中国老百姓花钱的事情 那前一段时间北京就是央行投入的巨资 要推动股市暴涨 就是想忽悠中国老百姓 让他们以为在股市上可以赚到钱 让他们把银行的存款取出来投入股市 在北京官方出手救市之后 私募大佬淡斌和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 在中国股市行情不同的看法上 多次发生了隔空的争吵 最后双方也是上钢上线 互骂对方是汉奸和民粹 到了最后淡斌和任泽平的社交账号双双被官方禁言 也就是北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争论 大家都知道真理是越争论是越明白的 所以这种关于股市的争论越激烈 越能让中国的股民看清这个股市背后的道理 所以现在北京官方就不准人们谈论股市了 希望股民是越傻越好 美国耶鲁大学的资深研究员罗奇 在接受香港经济日报专访时指出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难题 与日本上世纪90年代陷入迷失30年的问题相似 罗奇认为中国的人口老化趋势难以逆转 而推动经济的增长阻力 逐步转移至生产力较低的国有企业 生产力较高的民营企业反而是日益萎缩 至于消费疲软的问题 在对未来没有信心的情况下 老百姓因为恐惧宁愿储蓄也不肯消费 所以中国必须要解决过度储蓄的问题 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 中国老百姓的存款比例是太多了一点 属于叫做过度的储蓄 但为什么中国老百姓明明有钱 他们却不肯花钱呢 这是中国独裁体制的致命缺点造成的 因为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 让老百姓有一种政治上的安全感 如果是这一届政府把国家经济搞砸了 人们还可以重新选一个全新的政府 来纠正上一届政府的错误 西方国家这种可以和平的 更迭政府的民选机制 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纠正国家的错误 可以保证国家始终研制 比较正确的方向发展 而独裁国家就不能够和平的更迭政府 要不然是政变 要不然革命 否则政府是变不了的 政府变不了 那么政府犯的错误就纠正不了了 当年毛泽东的错误被否定 其实也是通过政变的方式进行的 粉碎四人帮就是一种宫廷政变 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这样的政变 中国还是要继续沿着毛泽东的错误路线 要走下去 在邓小平搞的集体领导的时期 每十年换一个国家领导人 这样也有可能换上来的新领导人 可以纠正上一届旧领导人的错误 现在习近平又恢复了终身制 就是永远不换人了 那么习近平带上中国 走一条错误的路线之后 这个错误就没有办法纠正了 只能是一直错下去 一错到底 中国没有办法纠正错误的路线 老百姓对中国的未来当然也不可能有信心 如果说没有信心 这还是比较好的 现在中国老百姓非常担忧的是 将来中国的经济会崩溃 中国会天下大乱 这样面对未来的担心 老百姓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存点钱 以防将来万一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的时候 靠存款还能支撑一段时间 现在中国搞了市场经济以后 人们在经济收入上虽然大大增加了 但是人们的社会安全感却大大下降了 和过去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 那种安全感是不能同日而已 在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 中国老百姓工资虽然低 但是这个低工资是有保证的 不会出现将来有一天你失业了 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这样的致命的事情 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人们对中国的民主化还抱有一点希望 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 人民富裕起来 中国的政治也会民主起来 可是中国却走上一条相反的道路 不但没有变得更加民主化 反而倒退的更加独裁专制 这种政治上的倒退 就让人们对中国的经济也丧失了信心 因为谁都知道 搞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 在独裁专制的体制下 不可能有一个市场的经济 也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经济环境 所以中国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 基本上是彻底上市的信心 等于就是中国经济这个树根 已经都已经烂了 现在北京旧经济的政策 就像是看到一棵大树枯萎了 就拼命的给这个大树浇水 但问题是这个大树的树根已经烂了 浇再多的水 大树也是活不过来的 中国的未来 除非发生政变兵变这样的激烈变革 否则就是树倒胡孙散的结局 旧的大树倒下去 再重新生长一棵新的大树出来 好 今天先说到这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关好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